Hello,大家好,我是桃子 这个视频呢,是我的三月读书总结 这个月呢,我一共读了七本书 依然是遇到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书 接下来就赶快开始吧 第一本书呢,是海明威非常有名的一本随笔集 叫做《流动的盛宴》 我给他打了四星 真的超级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呢,是关于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 旅居巴黎的那几年生活的随笔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这本书,我后来查了一下背景资料 发现是他已经经过这段生活之后 40年以后才写成的这本书 那我想来,我觉得经过这40年 可能他的心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当年发生的故事已经不能百分之百的还原了 相当于是他是边回忆 然后边描写的这段故事 海明威的文笔我是很喜欢的 而且我本身你们看过我以前读书总结 应该也有感觉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一类的随笔啊 散文集 特别像是跟着作者过了一遍他的生活 比如说他泡咖啡馆啊,他的写作生活啊,他的交友啊,他的日常啊,等等 他提到了很多他和当时的一些作家或者是画家之间相处的场景 就是当时那些文艺青年就特别的喜欢聚集在巴黎的咖啡馆啊 然后酒吧啊,谈天说地 就是你别看现在你再看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一帮朋友 各个都是大文学家大画家 其实在他们相识相知的那个二三十岁的年纪 他们都还没有出名 他们的作品也还没有被大众所认可 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不会有一天被大家所认可 就是这种焦虑和不稳定感 其实是我经常在这一类的作品里所看到的 而且这种心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读者来说 可能也挺有共鸣的 毕竟我们现在也是在社会上奋斗的一个阶段 然后可能还没有取得一个特别大的成绩 但我们也自由梦想 然后希望那个梦想有一天会实现 他写的这些生活随笔里面 我印象比较深的几篇是关于他和费斯基拉德相处的这个生活片段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费斯基拉德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 他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夜色温柔的作者 我觉得就是反正从书中看来 就是这个费斯基拉德本身的性格就很特别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那种人 他和海明威认识然后相处这段过程中 其实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些被世人认可了的作品 但是他依然还是会经常表现出那种对未来的未知感啊焦虑感 那如果你喜欢费斯基拉德或者他的作品的话 你也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看看海明威笔下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呢海明威一共有四任妻子 这本书里面他正在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一起 他和这个第一任妻子的相处部分也是这本书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part 就他们特别的像特别好的朋友就非常玩得到一起的那种 而且那个时候的他们两个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天真感在里面 像那种两个大孩子然后天天特别亲 然后玩得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相处模式也是特别棒的 书里呢还提到了大家很熟悉的莎士比亚书店 这个书店可以说是帮助了非常多那个时期的作家 也经历了很多人的创作生涯吧可以说 那如果你对莎士比亚书店比较感兴趣呢 我也很推荐你们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本书 这本书是他的创始人写的一本回忆录 那我还是想再次夸一夸海明威的文笔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 给你们分享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呢是这本书流传特别广的一段 就是你可能并没有看过这本书 但这段话我相信你或多或少听说过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 那么你此后一生中无论去到哪里 它都与你同在 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刚才就是很费劲的从我摘抄的部分里 找出了一段给你们读 但是因为每一段真的都很喜欢 就这太简单了 比挑那种什么年度最爱食洋化妆品还困难 当春天来临 即使是虚假的春天 除了寻找什么地方能使人过得最快乎以外 再没有别的问题了 唯一能败坏一天性质的要算人了 而如果你能做到不跟别人约会 那么每一天都没有止境了 对你的愉快心情构成障碍的总是人 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那样美好的人 第二本书 我先跟你们透个底 我觉得它是一本奇书 迷之看不懂 然后用迷之你想一直看下去 所以这个书的书评 我就真实的说一下我的感受吧 这本书呢我给它打了三星半 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本不错的书 但是可能问题是我没有看懂吧 然后后来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太好奇了 这书到底讲了啥 然后我就去翻了书评 发现everyone都和我的感受一毛一样 我看了那个书评 简直就是说出我的心声你知道吗 然后我下面要说的是我的书评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可能你读完他读完 都是这种感觉 这本书我觉得不是那种 我以前吐槽过的书 就是这什么玩意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太浅 所以你看不懂 作者要表达的东西 真的我看完这本书 我意识到自己的浅了 就是那种挠头的那种 首先它和我预期特别的不一样 当时我看这本书之前 我是特别特别想读一本 那种乡村悠然自在的生活的书 于是我找了这本乡村生活图景 有没有特别压题 当我读完以后发现 它没有带给我一个怡然自得的感觉 它给我一种creepy的感觉 就是脊背发凉冒冷汗的感觉 书里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它说在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他们孩提时代的影子 在有些人身上 你可以看到那孩子仍然活着 而另一些人身上 则带着一个死孩子 就这本书呢 它是几个故事的集合 这几个故事中呢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们呢都发生在一个 叫做特里伊兰的 犹太先驱者村庄 你是像在一团雾里去 蒙着眼睛抓东西 然后就好像是那种 迷雾后面有一个巨怪 然后读到书最后 你以为哦 这个谜底终于要揭晓 这个迷雾要散去 然后巨怪要显现 然后发现并没有 啥也没有 还是一团迷雾 而且你知道这本书 最神奇的点在哪吗 就是它的每一个故事 描写都是非常具体的 日常生活的内容 就是它是每一个字 你都看得懂 它的故事 你也知道它们在干嘛 但是你就是想不明白 它到底要表达什么 看一个资料里说 作者有提到 这本书的灵感来源 是它一个空旷的梦境 你们品一品这个形容 那我自己是觉得呢 这种无意识的 缥缈的表现形式 主要也是因为 作者想表达的东西 本身也是没有办法 用语言直接表述出来的 它其实想表达的是 一种状态和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可能 你在读书的过程中 已经能感受到了 但是你却不能确切地 用语言描述出来 就是那种你在阅读过程中 那种隐隐的 但你又不能真切感受到的 不安定感 不安全感 如果你听了我刚才的描述 特别好奇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们去看看这本书 下一本书呢 是一本艺术相关的图文书 叫做伦敦艺术指南 我给它打了三星 这本书的内容呢 是用伦敦大大小小的艺术馆的展品 串起来的一个艺术发展史吧 这本书的整体形式 我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它的读法很多 无论是按艺术流派 还是按艺术家 或者是按地点都可以 书里的图片非常的多 而且印刷还是算很精美的 然后颜色也非常的鲜艳好看 但为什么我还是只给它打了三星呢 因为我觉得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描述中 过于求全 并不是有重点的讲了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艺术品 以及各个艺术流派的发展啊 特色啊之类的这种知识 而是它为了追求 就是我能把伦敦所有 鸡脚嘎拉的艺术馆的 那个精品的展品都能告诉你 所以它是用一种流水账的方式 跟数来宝似的 就把这东西都给你念了一遍 就比如说你们要了解 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 不妨看看什么博物馆的 什么什么展品 以及什么博物馆二层 往右楼梯角落的一个 什么什么展品 它真的描述到这种详细的程度 如果你去过那个博物馆 或者是经常去那个博物馆 你听它这么描述 你可能会觉得 啊原来那还有一个东西 我没有注意到 但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个美术馆 你就会觉得 就是你告诉我这个干啥 所以我觉得它这种方式的描述 让你完全没有画面感 全都是地点 而且是非常详细的地点 以及作品名 以及作者的这个名字的堆积 而且它这种堆积式的描述 最让我觉得不可行的是 它不是所有它提到的艺术品 它都配了图 所以你数了一遍这个艺术品 然后里面就是十个里面 有九个都没有图 然后右边只有一个 有一张巨大的图 那我觉得你只要更详细的去描述一下 这个右边的这张图就OK了 我不需要听你这个巴拉巴拉的 这个流水账 但是它真正描述到 有大图的艺术品的时候 它可能就一句话带过 它就给你列了一个名字 年份和作者 那我觉得 你这个篇幅的这个重点 就有点颠倒了 你读到后面的几个章节之后 就会渐渐地失去耐心 下面这本书呢 也是一本绘画建筑艺术相关的书 我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喜欢 这本书我忘了 是不是在之前的那个 新书开箱里面 有跟你们分享过 叫做造竞技来自于于山 这本书是图文结合的 无论是它的画 还是它的文字 我都特别的喜欢 内容呢 是身为建筑师 以及画家的于山的 各个时期 各个系列作品的一个合集 除了这个作品本身 就是这个画本身呢 还有它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 以及它跟你讲述一下这个各个系列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的来说就是作者经过十来年的积累 整理的它有关绘画以及造源的思考 于山的画非常的有特色 在借鉴吸收了山水画 以及中国园林景观的特点之后 又加入了它非常明确的个人风格 有些舒适惬意 有些妙趣横生 有些脑洞特别大 整本书呢 按它的作品系列分为 幻原 山间 草间 和字间 每个系列都有非常明确的特点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都有人 作者呢 称之为身体入化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 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把人物的身体放进场景中 并关心身体入化之后 与山石树木的相互关照 与花鸟鱼虫的彼此呼应 与字形笔画的姿态关联 作者笔下的园林呢 与现有你可以看到 真实的园林结构 有重叠 但有些超脱现实的 我觉得是一种 更加理想的生活愿景 就好像仙境一样 那人如何诗意的七居自然 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同时也是你读书时候 会引起思考的重点 我觉得书中的每一个系列的话 都会让你看完感觉特别的舒适和惬意 就完全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场景 他的人在画里或休憩或读书 或与好友游玩攀登 就那种人与自然失意相处的这种感觉 让你看完了以后特别特别想住在画里面 而且我真的很难挑出我最喜欢他这几个系列的哪一个系列 因为我真的都很喜欢 而且每一个系列都有他自己的亮点 那幻元系列呢 是建筑山水植物的大场景为主 对建筑的设计想法真的天马行空 一切都是为了画中人感受到生活的舒适 那山间系列呢 主要是黑白画风 更加抽象的山水表现手法 让人有一种仙境云游的感觉 草间呢 则更关注细节 把日常生活中的植物放大 人物缩小 让画中人在想象中的小世界里玩闹 这时的画面又更像是一个游乐园 而字间我认为是脑洞最大最有趣的一个系列 充分运用了中国字的结构特点和语言含义 以字入画创造出了特别多看到以后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惊喜的画面 接下来这本书呢 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 我也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给它打了五星 那就是基督山伯爵 这本书真的超级经典 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 如果你只要看一本名著 那我就非常推荐你看基督山伯爵 这个我也是看过我 就是很多关注的伯爵有推荐过 但是因为比较厚 所以就一直没有打开看 那就是一般的版本这本书是有大概1200多页吧我印象中 我下的那个版本我不知道是排版的问题还是怎样 它有1600多页就是分为三本这样子 看完以后我发现真的你花的时间非常的值得 几乎可以说是我看过所有名著里我目前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本 因为它的故事性可读性都非常的强 而且它虽然很厚你完全不会有那种特别啰嗦 特别慢特别拖沓的感觉 一本书真的可以说是高潮迭起 你跟着主任公经历了半个人生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章节 其实即使拆成单本书也是可以撑得起的 读完就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之前大家都那么推荐说 你一定要读这本书了 这是讲一个人用大半生去复仇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呢 你可以看到像粤狱啊谋杀啊夺权啊陷害啊 什么悬疑啊爱情啊 各种各样特别丰富的内容和情节 而且看完之后你就能感觉到 其实很多现代的作品都有它的影子 我呢本人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主人公 基督山伯爵的 那刚才也说了 这个书讲的就是他用半生去复仇的故事 我觉得他的本质真的是非常善良 他在这一生真的做了很多善事 即使是遭人迫害的情况下 仍然不忘就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还有那些弱小的人群 而且他其实对人都是有宽恕和怜悯之心的 整个复仇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绅士的 完全没有特别直白的像什么买凶杀人啊 什么诬陷嫁祸那种下三案的手段 其实说白了 我觉得他只是给恶人创造了一个去作恶的条件而已 最后恶人所犯下的苦果完全是因为恶人本身的裂根性 他们在面对巨大的金钱权力诱惑的时候 自己把自己引向了罪恶的深渊 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罪恶的想法 基督山伯爵所做的那些事情 完全不会引致他们最后就是无法挽回的后果 除此之外呢 主人公也有很多的优点 内心强大 有智慧 又懂隐忍 算是我心目中非常好的一个大男主的形象 不是大男子主义哦 是大男主 那除了主人公以外 这本书里的其他人塑造的也非常的成功 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非常的鲜明 但是呢 这本书因为也很厚嘛 而且人物是很多的 并且人物关系比较复杂 而且很多人都贯穿了整本书的情节 所以就是难免到后来 有可能会有那种有点搞混人物的情况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人的姓 有的时候他会说那个人的名 所以你看到后面可能有点懵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查那种现成的基督山伯爵的人物关系表 下一本书呢 是我本月读的一本英文的小说 这个呢就是一本读起来非常轻松 然后很温馨的那种爱情小说 故事主要讲了呢 主人公为了帮助弟弟而进了监狱 他出狱以后正当不知道如何面对新生活的时候呢 在一个教堂偶遇了一位牧师 而这个牧师呢也因为几年前失去特别爱的妻子 然后又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而这几年一直处于那种低迷和迷茫的状态 所以可以说两个人的相遇是一个相互拯救的过程 这个故事其实说实话不算是有那种特别大波澜和反转的那种故事 整体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细节让你觉得 啊 so sweet 那种感觉的那种甜甜的轻松的书 最后一本书呢是一本绘本叫做柏林苍穹下 我给它打了四星 这本书是同名电影改编的一个绘本 不但保留了原作的经典台词 而且还加入了很多特别经典的诗句 它整个风格还有营造的氛围是非常浪漫主义的 大段像诗句一样的人物独白 它整本书呢是一个寻找爱的过程 一位守护柏林的天使每天在观察普通人的生活 寻找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偶然的一次机会被一个马戏团的女演员所吸引 于是就开始观察这个女演员的日常生活 以及她的喜怒哀乐 她观察的过程中 她对这个女演员产生了很深的这个情感羁绊 然后她突然明白了爱是什么 于是呢她决定放弃做天使 变成一个普通人 终于呢和这个女演员在一起了 这整个故事本身其实是充满神话和浪漫感的 在这样的整体氛围里 情绪和对爱的需求都被放大了 整个故事中的夸张或者说脱离现实 其实都是为了突出这种寻找爱的过程 书里的画面充满了细密的线条 主色调是黑白和金 我感觉很有特色 所以我觉得整体这本书的画风啊什么的 还是挺美的 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利益吧 好啦那就是我这个月读过的七本书了 这个月你们读了什么有意思的书呢 也欢迎给我弹幕和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也欢迎关注我以及给我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